怎么区分是不是水痘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鑫 县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助治医师 水痘的这种皮疹表现呢 通常是特别典型的 我们一般水痘的它的出现呢 就是在发热后的第一天 它就会出现 它有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就是一个相心性的分布 我们在躯干部位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四肢的皮疹相对来说比较的少 同时在同一时期 我们也看到皮疹的多种形态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扳诊呢 丘诊呢 甚至抛诊 同时还可以看到有结痂 这个跟水痘这个病毒 它分批入血 造成的这种皮疹表现是有关系的 那么同时它这种抛诊的臂呢 是非常的薄的 一碰就破 它的抛液里也含有病毒 也是有传染性的 也需要注意预防 所以当时有一些水痘病人 它的这个衣物要固定 它的盖的这个被褥呢 在它的预后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曝晒 接触的物品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消毒 那么皮疹这块的鉴别呢 我们说要跟这个手足口病来进行鉴别 我们知道手足口病呢 它是肠道病毒感染 引起的一类传染性的疾病 它的表现也会出现皮疹 那么它的皮疹的集中部位呢 是在手 还有这个足底呢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口腔 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同时呢 它是一般来说也会有水泡 但是呢 它没有这种泡特别薄 易破这种特点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需要鉴别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浓泡疹 那么浓泡疹在儿童时期 也是比较常见的 它通常来说 常见的部位都是一些暴露部位 例如说我们像鼻翼呀 或者口角呀 或者是四肢的这个暴露部位 它通常都是细菌感染引起的 它一开始出现这种泡疹 随后就变成这种浓泡疹 所以跟这个水痘也是有相应鉴别的 还有一个需要鉴别的疾病呢 就是我们说的秋疹性的蕁麻疹 这个在儿童也是比较多见 它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 它的这个皮疹呢 也是分皮出现的 但是它周围是没有红韵的 而且它不结痂 同时呢 它不常见于这个头部 或者是口腔 因为我们下委屈的毛病 如果我们下了一段时间 就这样的话 那顿这种亿的内容 我们下了一段时间 我们下了一段时间